歡迎來到2月4日的原爆直播 我們一開始就先說說什麼叫無仇不成父子 那為什麼會有無仇不成父子呢? 因為如果我們怎樣去看一個人有沒有子女運 就要看一下我們當時算 就是上命的那個人是屬於男性還是女性 那如果男性、男性我們看子女緣 就是有沒有子女生子女的機會 就要看他的大運上面那個字有沒有出現到 證官和七殺 因為如果男性有證官 就是說他有女的 就是他會生女 如果男性有七殺的他會生兒子 因為所謂的七殺就是黑我的東西 就是我的官殺 那如果子女來黑著爸爸的 那這種就叫做無仇不成父子 就是說在那個五行裡面 其實你要一個男人要有子女的時候 那時候生到子女 他必須要有些黑他的東西 黑他的五行才出現的 那你說如果有些東西黑我的 那是不是有冤仇呢? 如果沒有冤仇 也不會是一個黑我的五行 其實這句話就是這樣 那無冤不成父子 那你要理解 作為一個女人 如果一個女命要看父命 即是有沒有父命 即是見不見到婚呢? 我們要看他有沒有官殺雲 如果他行官殺雲 他有機會結婚的 那你的老公來欺負你的 那作為一個女人 你也不高興 大家都不高興 對嗎? 是 請問直播是不是可以重溫? 可以 當然可以 不過 我現在研究有些什麼手機APP 可以很快 可以很容易學到的 突然定了 Low Sound OK 現在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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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有沒有聲音? 我看到 我發覺他有點延遲 是啊 現在有沒有聲音? 各位 是的 他說突然定了 有人說沒有聲音 是啊 所以如果我們有官殺一出 其實作為一個女人 你有夫命 即是你有結婚的機率 但這件事 當然是你的冤仇 正如我們說 如果一個男人要生到子女 他都要有官殺雲 所以無冤不成父子 無仇不成夫婦 其實如果我們是用這個雙命學 即是五行的雙生雙黑 即是八至十神來講 其實就是這句這樣的解釋 當然 我們如果有業力的 那就更加 那個冤仇更加重 是的 是的 很開心聽你說話 多謝 那麼 要將鏡頭畫面放橫 很可惜 我們現在因為先頭都放 曾經曾經搞過 就發現了我不懂得搞 大家你們會不會覺得 如果今天打直看著先 會不會接受到呢 如果覺得不OK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呢 是啊 因為今天不知道做什麼事 放橫不了 放橫不知為什麼他會 那現在好嗎 我放低了一點 現在好像好一點 沒有那麼高 現在好像好一點 沒有那麼高 不行嗎 可以接受 可以嗎 是啊 今天接受著 你知道了 我們這些P牌仔 是橫衝直撞的了 不要緊要用iPad 怎麼說呢 我那部不是iPad 可惜 是啊 是啊 有一點點延遲了 是啊 真的 好了 都可以慢慢試 繼續 好 沒事 好 OK 聽到你說話已經很開心了 多謝 其實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哇 突然有百多人 一百以上人進來 是啊 是啊 昨天解釋了那一句 今天講回了 今天有個朋友仔 我在Facebook那裡問了 說今天講什麼題目好 他就說 怎樣 怎樣可以化解小人這個問題 我想問問大家 各位網友 各位支持者 請問一聲 有沒有哪一個 有哪一個是這一世人 未試過出現小人在自己身上的 你們自己說 如果生肖雙黑 是不是真是很大問題的呢 鼠童馬 這個一會兒用後解釋一下 有沒有人從來沒試過 有一個人彈出來說 哎呀 我這世人都沒見過 沒遇過小人的 或者沒遇過人來捉我背部 或者說過是非的 有沒有那麼好運的人 就是你們有沒有那麼好運的 我就常常 常常發生在我身上 常常發生在我家人身上 那我怎樣去處理呢 或者大家怎樣可以去處理呢 咦 大家好 有沒有人未少過人 哎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問得好 N講 好 奔尼套好像有七 好像七仔 還有一個在附近 什麼叫好像七仔 小人前身 好想知道 原本你好 好想知道什麼 怎樣可以 不知道怎樣可以防犯 我告訴你 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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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防不勝防 玩得小人 其實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機會 因為五行 我們自己本身都有一個 自己本身自己日圓 有一個自己的五行屬性 每一個時刻 就是每六十個甲子 或者我們有天干和地支 那每十二日 或者每一日有十二個時辰 那還有每十日 就會跳出一個天干出來 假設如果我是一個木命的 那金就是我的觀察 那什麼是金呢 就是在五行裏面 就是在這個天干裏面 那金和辣甲 月丙丁無幾更生任貴 那如果天干呢 那你遇到金的日 或者你遇到新的日 如果地支 你遇到猴子的時辰 或者猴子的年份 或者你遇到雞的時辰 雞的年份 那你們就會行觀察運 那一遇到這些觀察運的時候 任何人不要理他男還是女 都會出現所謂的 不好的東西 譬如可能小人 如果不好 就是比較輕的 我們就叫煩小人 而比較重 就是有是非 比較重的可能煩官非 那如果是好 如果殺得很盡的 那就可能會有牢獄自在 那所以你說有沒有辦法避免 沒有的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五行屬性 而在這個世界上面 每一個時空都會在那裡轉變 所以如果我們要怎樣去變 唯有我們要變我們自己的心態 是 怎樣可以變成我們自己的心態 就是面對有小人那時候 正如阿華 阿烏蛙說的 他就說 他不理 不理是一個辦法 但不理不代表我心情好 你不理它 一樣可以影響到你的 你只是炸看不到 有機會 現在是打直 看看用什麼方法 變全畫面 下次再搞 是 對 下次再搞 對 Holy 我覺得是對的 好了 可以接受慢慢來 今天是先做的 只是好過昨天 是吧 不管 但是說起都很激心 對 即是說 你所謂的不管 我們只是把頭塞在樹洞 或者地洞裡面 但是那件事是繼續存在的 那可以怎樣處理 其實很多人都在處理 很多時候網上的KOL 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漆仔等於便利店附近 整天又有什麼 漆仔有什麼 避走 避不了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 鴿金聰 我現在說 除了鴿金聰之外 因為 因為金真的會黑木 我們會遇到這些觀察的時候 忽然live 誰忽然live 不是忽然的 我有預告的 因為今天 很多朋友說 昨晚看不到 今天又看不回我的 看不回我的 叫什麼 蟲波 那些時候看黑洞 都是不見得人的 昨天有看那些 大家都知道 有什麼事的 拿出來同報 簡直是宜笑大家 不要這樣 給我一點薄面 人要面子 要皮 月生衝 類似這樣 除了自己本身衝黑 他真的黑著自己 那時候 那個誤行是沒有辦法去解決 而且 時空是永遠在混轉 那你問我有沒有解決的 沒有的 我們不可以說 我將那個誤行 刪除了它 這樣不行的 我不要的東西 全部刪除了它 不是一個辦法 即將那樣東西 滅掉它 不是一個辦法 我正如昨天跟阿施朗說 滅不是一個方法 不是最好的方法 而是我怎樣去妥善 處理那件事情 是我自己的心態 這樣才可以處理到 到你明白心態很難改 好 講得很好 我們用一個比較好的 方便自己 容易接受的心態 因為這一個 自復器發生問題 突然之間 正念 正念都解決不了 沒有直接對鏡頭 因為我就要看著 好吧 我就試試直接對鏡頭 因為我看著一個大的平板 來看你們的字幕 否則我就看不到 現在好不可以 直接對著鏡頭 現在我在中醫診所做 有時候真的自己火爆 會爆發 尤其現在人做了一大群確診者 現在要做一大群確診者 理解 對著那些西客 我們就有我們的調整心態 我們現在講小人 那些西客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是小人 其實他們不外乎 他們這樣去搞你 不外乎有一個原因 你太好 他妒忌你 說真的 沒有辦法可以切到他們 沒有東西可以切到 因為這個世界 就是我們要去學習的 這一點 所以 面對著這幫這樣的小人 即是他們來插我們也好 或者他們在背後放我 放我飛機 放我火箭 放招皮 放錦釘 諸如此類 奶粉家族家 大家好 腰平衡 大家好 其實雙本 其實他害人 他自己本身 他會有他自己的果報 我們不要想對方 我們永遠是回到自己的本源 因為我們能夠改的 只是自己 其他任何人都改不了 包括自己的戒人 大家好 其實如果我們要了解的 就是 一句說話 為什麼你會有小人出現 當然在你的五行的時間 或者你那個魂 最重要是因為你太優秀 永遠記住 因為你自己本身太優秀 那些小人不抵得你 他就會來搞你 所以我們只要想著一句 不招人道是容財 所以因為自己實在太好了 其他人對你 他不抵得你 又或者他真的有些 不滿意你比他厲害 又或者他不 因為你知道 人很有趣 憎人富貴 厭人貧 當你做得好的時候 就越多人來搞你 那你就要好好檢討一下 究竟有沒有 一 有沒有搞到傷害到他人 在你自己的過程 即是你做得好的過程中 有沒有傷害到他人 如果沒有的 那就不用理會他們 那就繼續做自己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傷害到他人 那就看看 怎樣可以令到這件事 可以相迎 可以約他出來談 令到情緒波動 我告訴你 凡是沒有人來搞你 他的目的就是想你情緒波動 是啊 所以如果你越情緒平和 他的結果是什麼 他就越醜了 是啊 你越搞你 你越情深靜氣 他就越醜 你越出來澄清 他就越高興 這個世界事實是 所以 那套最後禮物的裡面 王子華和潘燦良那套最後禮物 人家最可怕的就是妒忌 是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 我們和小文做D.100那個節目 那時候小文小語作 我第一集已經說 有兩個宗教是絕對不能夠相信的 第一個記不記得是什麼 忘記了嗎 有沒有人知道 有兩個宗教是絕對不能相信的 這個世界 沒有回答 可能沒有聽 是不是沒有看 第一集的雞教 是的 沒錯 還有呢 是的 第二個宗教 比較 哎 很厲害 他又看到 有比較 阿桑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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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桑桑 這個 你的名字不錯 叫桑桑 阿桑桑也很厲害 其實呢 如果我們一去到比較 一出現比較的時候 那種妒忌 所謂慈慕 憎恨 所有的東西就會彈散出來 所有我們叫做 幾十種的情緒 可以有不同的情緒 全部都飛出來 結果呢 就是他為了要去平衡 他自己的所謂情緒的時候 他就會做很多侵害你的事 所以呢 其實是他情緒不穩定 而他期望 帶動到你 情緒都不穩定 大家好 20元年齡 剛剛進入 所以呢 如果我們 今天那個朋友就問 有些什麼方法可以 避免小人呢 那就其實 不好意思了 沒得避的 但是 我們對付他的方法 不理他之餘 還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就是因為我實在太好了 所以他就是這樣 所以 我 我的心態呢 就是 我會幾 幾同情他們的 就是我自己會覺得 然後呢 我就會去想一下 有些什麼的方法 或者 如果你不想跟那幫人 就是那個人 或者是 或者是一幫人 那個關係決裂的話呢 不妨約他們出來聊聊天 看看有沒有 修復的機會 如果那幫人 根本應該是 一幫很慢的人 又或者他們根本是白卡的 那就根本不用理他了 就是很正常的 這件事 就是不是說教的 這件事真的 那就要看一下 你想跟那個人的關係 去到 去到哪一個階段 如果你想修復的 那你就去做 如果你說 不行的了 我跟他死過了 哇 你又掉了到他的陷阱裡 因為他就是想你和你死過 袁博士沒有粉好 什麼叫沒有粉 奶粉 是不是 花的惟友是最理想的 事實是 能夠做到的話 這個是最理想 那如果你說 他不是的 他根本就是有心搞你的 那 不管他是一個方法 但是不管他 你自己的內心平和不到 那也不是一個方法 那如果你說 如果你能夠調整到的 就是 原來他也是一個可憐人 他也是因為什麼什麼什麼的 那你自己便會平衡到 相反你現在 在一個這麼好的狀態下 導致他引你為 以你為敵 因為很多人會自己 適合一個假想 敵出來給自己 不知為什麼 太無聊了 所以 永遠多個朋友 當然有很多個敵人 這個肯定 要永遠記住 我自己經常都和自己說 那個世界 和那個地球是完的 今天你以為相撞 其實以後就 一聲 永遠沒有Fan做 其實不會的 我和小文 都曾經試過 有很多 到光劍影的日子 但結果 最後其實大家 沒事的 發現 到頭來 一場歡喜 一場空 所以有時不用認爭 真的有時侯大家 是呀 這個是事實的 You are very good and I have a settled up to her 是呀 是呀 不要理她 不可以care 真的 真的不可以care 任何一個人 如果你說 我要完全去照顧她的感受 那就真是sorry了 我照顧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當然我們做事 不可以太過理 不顧後果 去影響到人 總之如果那件事 不影響到人 而她覺得我影響到她 譬如 有些KOL 她就太厲害了 突然間 招待一大堆人 來攻擊她 那 你做這麼多的聲明 她就很開心 就是你看懂我 你看 如果我們做班主任 最不理的是什麼 就是那些扮頑的小孩 哎呀 先生呀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你理一下我 我原來做一些 鬼死那麼頑的行為 就特意去激怒你 那她就正中她下懷 是不是呢 那王家人不會上當 她設個陷政下去 結果我怎麼會中下去 我想想 她自己設個陷政 她自己中下去 那就最理想 是啊 不看字幕是可以的 哦 那我不要理你們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空姐 Bully小民 那不要理人 她喜歡 她沒事做 你知道 我們體諒一下那個空姐 幾年來呢 航空界 沒有什麼生意的 她沒有什麼做的 所以她被人 就是她要去Bully人 她都要找些事情做一下 你知道這些是什麼來的 大家 你們猜一下 你們猜一下 你們猜一下這些是什麼來的 我突然想吃 沒有啊 知道是什麼來的 你猜一下這些是什麼來的 小民在你身邊不停說 沒有 她提過一兩句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她是哪個空姐 我不懂的 榴槤糖 錯 椰子糖 錯 你猜一下 大家 中糧 不是 陳皮妹 類似 不過不是 椰子 不是 coco 那個叫coco 那個空姐叫coco 還是這個coco糖 牛肉粒不是 coco 不是 黑蒜 不是 黑蒜 讓我 加應子 類似這樣的東西 不過 不是 給點貼士 給點貼士 好 話梅糖 不是 告訴你 這顆就是 小民特有 的 特造 的 檸檬陳皮糖 是我家製的 山椒餅 不是 我自己覺得 為何我會想做這個食物 這個 現場突然加的 這個突然間想吃 因為 正呀 當然正呀 事實 薑糖 不是 檸檬陳皮糖 我用小民 那瓶檸檬陳皮 因為那些檸檬陳皮 你知道 一打開那個瓶 它很大瓶的 幾百克 是很潤喉的 所以我們講話 就講得多 就要吃了 那我就在想 因為打開了 如果要吃 如果我們吃不完 或者想請朋友吃 那時候人們會覺得 你知道人們會覺得很不衛生 自從有疫情之後 大家對於衛生的要求高了很多 所以 有時候吃不完 它會發霉 很浪費 如果發了霉 就 那些東西這麼正 那不應該這樣 應該你吃 那要吃 其實每個人都應該吃 那我就在想 怎樣可以令到它 可以方便攜帶 譬如你出門 不可以整張戴上機 又或者拿上機去吃 有時候可能 不舒服 有時候 坐飛機很乾 那些喉嚨 所以你可以拿出去吃 是很方便 而且你這樣拿一顆給人吃 請人吃 人們會覺得你很衛生 所以我呢 就將它變成零食 不過呢 這個是我第二次做的 第一次做的 那批就失白了 那我每一次做很少份量 因為材料實在太貴 做壞了就浪費了這些東西吃 那所以呢 這次是第二次做的 但是我就覺得 有改善的空格 如果將來成功了 如果將來成功了 就拿出來 推廣給大家 試一下吃 那你將我們做的食 不是為了只是給自己吃 因為現在是和大家分享 小民那些檸檬層 是做二次裝作 它是不可以叫做二次裝作 當然是它是作為一種原材料 作為一種主要的原材料 成為這一種健康零食 用牛油紙包 為什麼呢 因為我沒有糖紙 所以 它又不是很黏 我本來買了糯米紙 專門貼的糖 比較黏性的 但很奇怪 它又不是很黏到糯米紙 所以我想用東西包好它 我唯有用牛油紙 剪成一張類似糖紙 包著 很棒 下次我覺得你們很聰明 會做食物 又知道我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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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暫時剩下這麼多 本來上次 初三的時候 我就想弄好拿給你們 但是我又沒有材料 所以 沒有辦法 下次再有機會 見到你們的時候 我就弄給你們吃 好了 我們說完小人的問題 還有沒有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是說什麼 好像說是關於什麼 我忘記了 袁博 你有沒有看過超級富豪的八字 幸運贏六合賽 有這一種 我們叫做不是偏才運 我們叫做橫財運的人 不是那麼多 那如果你說 超級富豪是否等於有橫財運 就不是 橫財是橫財 正財是正財 偏才是偏才 我們要分開 那有人說 有偏才運 是否等於有橫財運 那又不是 偏才是你正職以外賺到的錢 那有些人 好像訪問唐哥的時候 唐哥就說 賓儀是一個偏門的行業 偏門的行業 不等於偏才運 那大家搞清楚 我就是在一個偏門的行業裡面 做一個正財的 作為我自己的正財收入 所以 我們要理解自己在說什麼 很中華 很聰明 陳秘檸檬糖 有人說 立春可以 動立雞蛋 昨天說了 要在立春那一刻 不是立春那一天 今天 10點多 未到11點之前 因為今天 一時三刻 不知道多少分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不是立春那一天 也有機會立到的 也不知怎樣 那一天 鐘頭長 出現通 我一向的這件事不用說 Ivy不用說 這樣讚我 我會害羞 是呀 記得 Jody提了一提我 她說 做風水和做這個殯儀 是否需要有特別的名革 我覺得沒有 說實話 我自己覺得沒有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你有個堅持的心 我們這一行 大部分都不是 好像你們外面 一般工作這樣 就上班 上班 完工 月底就等出糧 或者等到出糧那天 等出糧 沒有的 大部分都是 自己吃 做自己工 你有生意 或者有人叫你開工 你就有錢收入 如果我們叫做長散 那你說是否長散 如果你做得好 那根本是長工 每天都會公開 但如果你做得不好 或者跟別人不合 那你就每天都會公開 譬如 如果你 最重要就是你要合到人 你要懂得變動 又要醒目 那你就有生意 好像我們這樣 我沒有說是一個特定的職業 我只是負責去幫別人去統籌整個桑禮 那如果有個朋友 或者有一些 那些referral 或者有一些回頭客 曾經幫襯過 然後他 有個年後會再回來幫襯 找回來 那就證明你的服務 自己的服務是做得好 人家才會再幫襯 那這是第一個 如果人家不幫襯 有幾個原因 一 他可能那次那個桑禮 不是由找你那個人負責 有其他的家人負責了 他找了一個他自己的熟朋友做了 那就不奇怪 不是等於你自己做得不好 那第二 亦都有個可能性 真的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別人就不翻單 不再幫襯 那就自己自我檢討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那第三 有些人就會用價錢去衡量一件事情 他們就不會懂得用服務去衡量 那我就說 今天一個個案 就是 我今早早 因為昨晚實在太晚 對於我來說很晚 那變成我今天睡到 都挺硬的 相對我平時的時間 加上今天星期六 那今天就 沒有做 即是不需要開工 沒有出民 那所以呢 一起來就看到一個 電郵 打開手機 那我突然間 有一個舊客的名字 就出現了 在那個電郵那裡 就說他訂了 某日的爐 即是自己訂的 那但是呢 我就心想 他不是害怕我的 不知為何會來到我公司的電郵那裡 讓我看到 那我就 那我就 就是作為一個朋友的立場 因為 凡是做得我的客人 都一場想吃 那我就 screen cap了那個 那個email的資料 就 WhatsApp問他 喂 是不是你 找人做了 這個先人是不是你 就是訂了一個爐 為什麼那個email 來了我那裡 你有沒有問回 你自己現在找那間 新的那間公司 那樣 真是搞笑的 那所以呢 他就說 有件什麼事 我不知道 我說那間公司 有沒有通知你 他沒有啊 我就說 那究竟有沒有人 那我就心想 這些 新進 我們叫做 新進的那些 笨兒 那些年輕人 我不知道他懶 還是貪方便 就叫客人去做 那客人呢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做完 還是他又靠別人去做 不知道為什麼 他又把我的email 就是我公司的email 就打了下去 那又不知道怎樣 那些資料都離開我那裡 又不知道怎樣 那樣 我就心想 糟了 你不印那張訂勞紙出來 到時候你的先人出品 那怎麼辦 人家不收你的 就是不收那先人 那我就在那裡想 那個 那我就不是想那個客 就是他不幫襯我 我沒什麼所謂 但我反而想 那間公司 我心想 你這麼大安主義 你叫客自己搞 如果他不帶那些文件來 就站在那裡那天 那怎麼辦 那些事情 做到還是做不到 如果他回家拿 那你們等 那 哇 平時我們那些 靈車呢 很忙的 一單接一單 一單接一單 那所以你說 這些個案 是不是等於 那個人的命格不適合做這行 不是 是他的性格不適合做這行 大家搞清楚 因為我們做這行 要很負責的 如果你這麼大安主義 想著客人一定會帶文件 或者一定會帶 適人身份證來 不好意思 提到 提到十次二次 都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一會兒我們不是想保持客人的文件 有些人就說到 我們的行為好像黑社會 那樣的 保持著那些文件 就必須要幫助我的 這樣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保持著 是為了 那件事可以順順地完成的 如果你們需要 拿回那些文件去辦任何事 我們隨時可以拿回 所以 不擔心 膽大心細 臉皮靠 又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不是不同的名字 是要你的性格 首先你要 我自己會覺得 在我這麼多年的經驗裡面 因為我們這行是對著群眾的生意 不單止是 他只是來談談那個 那些人的家人 接著你要面對的 就是他後面一旁的家族成員 他會個別打電話來問你事情 我的個性會 就開一個群組 然後就會 加他們做負責 把這些資料丟到群組裡 然後 他們任何家族成員 都可以經那個 或者找到我的同事 就是幫忙做事的 就可以一邊查詢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他會直接找我 有些很奇怪的問題 他都會直接找我 因為他們很怕做錯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會說 其實做殯儀就沒有對錯 只有有做和沒有做 而做了你可不開心 或者你沒有做 你會不會堅持堅持 其實這不是正確的問題 而且沒有必然要做的事 就像有些人 我們有個習慣會提醒客戶 要執政先人的賠償物品 要剪掉樓盤 要剪掉拉鏈 要剪掉袋子 這些是傳統上的東西 有些人問我 不剪行不行 我問你為什麼要叫我 不剪也可以 你還用什麼時候要提我 要剪呢 他就要販問我 我問你是傳統的 信不信 這些是傳統的東西 如果你是西式的 你根本是行教會的 那你就不會剪了 所有人都不會剪的 人家就是這樣生活 對不對 所以我們提你是一件事 因為這些是傳統的東西 好過你沒有做 然後你回頭來罵我 為什麼你不提我 因為很多人是這樣的 你提了他 他不做他的事 我的性格就是 正如我說 我會教我的子女 你認識什麼朋友 你自己決定 不過你要承擔自己的後果 你有個選擇權 我們叫做 如果你選擇了不做 或者選擇了做 那你就自己去承擔自己的決定 那就好過我們沒有告訴他 他需要 他可能 他或者可以這樣做 或者他可以不做 那有些人就很無賴 明明你告訴他 然後他就會回頭 發現下一單個介紹 另一個朋友來的時候 那個朋友有這樣做 接著他就說 為什麼那時候你不跟我說 你不跟我說 幸好我機性比較好 我的性格是怎樣 我說不是 那時候我跟你們說 那時候 你的三姐姐 就坐在我公司的哪一張椅子上面 她的位置 旁邊那個 是誰 再旁邊就是你 當時我講這個 同一番說話 那時候 你那個什麼姐姐 就跟我說 你們家已經這樣 這樣 所以不用了 連小姐 你不用搞這些事情 然後他突然間 好像睡醒 好像有這樣的事情 話我心裡想 你笑些記性 你要死人 所以你的性格 要有些記性 因為很失碎 做漏了 就很大件事 因為不會回頭 第二 要很有耐性 那你說是不是要很大膽 就不一定的 因為有些 好像我這樣 我都不是經常對著遺體 因為我不是做那些 要接觸遺體的公眾 所以我們要明白 究竟我們要什麼性格的人 首先我說要好基性 你要有耐性 你要有一個服務別人的心 特別是我們每做任何事 不是為了那些家人 不是完全為了家人 應該這麼說 而是以先人為先 然後再處理 你盡量可以包括到 我們叫做什麼 包容到他們的情緒 你不是要接受他們 你不需要讓他們 站在那裏罵 或者怎樣怎樣 因為我試過罵客 我體諒他們的情緒波動 但是他們的情緒波動 不是用我們來做蝕神器 這個是要有自己的 standpoint 就是有自己的立場 我們叫做 這個很重要 有些人就不是的 有些人 會被人用他的潛水 牽動了他 我怎樣試過罵客 下次有機會告訴你 有一個寫了很大堆東西 我先看看 袁博你會不會收徒 你想學什麼 Mill Fancy 這些是什麼名字 好像不是英文 做殯儀工作 不能參加紅線 當然不是 我們經常去飲 去別人的婚宴 跟別人的三春團拜 什麼都做齊 去別人那裡拜年 都有的 有些人就說不做的 那我就不會的 很開心 OK 在殯儀館經常陰氣 影響自己身體 看你怎樣去做那件事 還有昨天都說了 要自己懂得發解一下 爸爸去年走的時候 Ming就說 在我朋友的丈夫幫我搞 因為叫系屬人 所以都沒有給售單我 沒有給售單你 那你怎麼知道他給你什麼服務 但他都陪我出入 也很快幫我爸爸入土為安 我柴永十年地 不過九月中落狀 現在都沒有悲 去年九月中 當然沒有 至少等一年 十年不足其地 丙淚 等一年左右 這個是柴永的問題 不關你朋友的問題 現在都沒有悲 後期追問 就沒有什麼回覆我情況 但因為是熟人 怎知不知道怎樣追好 錢就去年以一筆附清 你的意思是一筆附清 給他的做生分費用嗎 如果你是買秉淚地那種 不足其 你葬在哪一段 你可以先問一問 如果你要講一講 你是不是不足其地那些 還是逐其地 如果是逐其地 就隨時可以建 隨時可以建 隨時可以建 那個生分的 要靠自己去看 你當時有沒有做這個名寵 如果有做名寵 可以很快做這個生分 如果你沒有做名寵 你只是落回泥 就這樣落泥 我們都不建議太早做生分 因為去年九月 現在才是二月頭 幾個月 先落幾場大雨 先讓泥實一點 如果是秉淚地 就一定要等柴永 撞了全段 即那一段 全部撞了人 隔一段時間 大約大半年左右 他一次過落石屎 接著他會出信通知你們 可以做生分 那時候才要做 所以你追他都沒有用 還有最重要是他懂 如果他不懂 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回答不了你的 因為我們這行 很多人不懂生分的事情 你不要怪他 事變個題架 我爸那時經紀沒有叫我們 什麼叫事變個題架 CK超過什麼 某什麼 跟著 要做原子彈 原博做過 富豪殯禮 怎麼說呢 他們應該可以是富豪 那些叫做殯儀管轄 其實真的很有錢 有些人 不過他們 又不知道為什麼 跑來找我 或者朋友介紹給我 試過有的 是 可以說一下要剪柳 及拉鍊嗎 可以 剪柳是因為怕後人扭腳 因為那個 和我們平時 咬氣扭腳 那個音很接近 無論廣東話 或者普通話 所以 怕將來後人有扭腳 所以剪 剪完它 還有那些袋 為什麼要剪呢 就是要剪穿先人的袋 以前的相傳 那些八婆仔的東西 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傳統上 就說 就怕先人將後人的錢 代走 所以就剪穿所有袋 留回那些錢 總之那些好東西 那些富貴的東西 就留回那些後人 這些是八婆仔的東西 那我也有說 很多時候 就不是說一定要做的 如果想做 那就做 如果不做就不做 正如我說 那些外國人都不做 西式的教會 那些全部都不做 沒問題的 小文出現 在哪? 小文回來了 在哪?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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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是呀 你回來了? 去了哪裡? 把進來再說幾句 博士的子女繼承 呃 我覺得我兒子不會 我女兒 呃 不知道他 我女兒很跳脫的 他喜歡做些事情 我兩個兒子都不太理會我 那些事情 好像沒有什麼興趣 特別我兒子 他有自己的想法 是啊 所以我就說 是否不同的命格 就會適不適合 其實是你的性格 適不適合 因為沒有耐性的人 或者不能夠很仔細 跟進事情的人 就不適合的 這些都是性格來的 譬如你怕瑣碎 那些人 好像有些人 就很吵 有些人 他會問你 他會突然間 發個WhatsApp來 其實那張大箱 幾多寸 成幾多寸 那 其實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我每次都叫過 姐姐幫我讀一讀 你算個框 還是不算個框 如果我那次用個大一點的框 那寸數 尺寸一點不對 如果用個窄身一點的框 那寸數又不對 所以他們就會突然間打一句 嘩!你這麼不專業的? 你這樣都不知道的? 咦!小文 是呀!他真的來了 咦!他要Live 你們還聽不聽我說話 要不要回去聽小文說話 我不知道有什麼學 幾年前老爸來世事 自己初初幫老爸搞生後節 之後覺得原來自己對這方面的 有興趣 至少不害怕 自己人一定不害怕的 你放心 如果連自己人都害怕那些人 他什麼都害怕的 是啊!小文回來了 小文開Live 你們過去吧 如果繼續有興趣聽這一邊的 關於殯儀的 就繼續在那裡聽 沒什麼所謂 那接下來 我都講了一個小時 那接著呢 可以想一想 下一題是什麼 我忘記了 我分享那些特別難忘的經驗 關於哪方面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們想知道 因為難忘有很多種不同的風格 好像今天那個我也挺難忘的 突然間 有一個人 有一個舊客 這樣光顧其他公司 不是因為他光顧其他公司難忘 而是另一個難忘的就是 為什麼那些新進呢 因為我知道 因為他們每一張那些 那些 因為我們要給公司印 無論土葬或者火葬都好 要有公司去承擔那個結果 小頑處 譬如如果入了爐 有什麼問題 那我就要找回那間公司 所以我知道 因為那張火葬定爐子 我自己就有間公司的名字 那我就查一下 聽都沒聽過的 那我就查一下 你什麼公司 那名字都挺新進的 還有人都很新進 成立了不太久的那些 比較新進的 那我就心想 怎麼可以 自己的感覺 我自己的感覺 我都會突然間很害怕 原來這樣也可以 我自己會這樣想 因為最近 我有開班的 有個同學突然間 我說其實做這行 會做到我 有時都心臟病發的 因為如果有些什麼事突發的 我會覺得很對不起其他人 所以我會很常心 有時每次 特別是如果那些人 要我做一些陰宅那些 例如拉線 落落間那些 我會晚上在那裡 猛度猛度 然後上去 就在那裡 因為我要很快速 去決定所有的事情 因為要有一盤數 就是有一堆東西 要去考量 所以我會睡不著 那些事情 然後有個同學 突然間就說 蛤? 你們這麼認真的嗎? 為什麼我以前做的那些人 我不覺得他們這麼認真的 那我就心想 你不要這樣說話 其實可能我們都是這麼認真的 只不過他沒有表現出來 或者他沒有說給你聽 有時我們都很苦 你明白嗎? 所以你問我有什麼特別難忘 有些都會的 有些都會的 有些會問我 試過有些人 不是我的客人 打電話來問 你們公司是否可以幫人做灰流 那些上位那些 那塊地 對啊 這樣有什麼幫到你 然後他就說 多少錢? 然後我問他多少錢? 然後我報了一價 他真的會第一句就問 然後聽完之後 蛤? 怎麼這麼貴? 他怎麼這麼說 我說蛤? 怎麼這麼貴? 到你幫襯的時候 我不是告訴你 我現在跟你說什麼 天花龍鳳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一種道理 其實 所以有時候 我就會在想 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要有一個共識 好像你先說 那個阿明 他說他朋友 幫他做他爸爸的喪禮 連售單都沒有 這些真是不合規矩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食環處那裡 一定要有這個 售單出殯的紀錄 我們有一本售單簿 是的 其實如果他沒有給你的 其實他是非法的 特別是 如果有些人 根本完全沒有跟你 在公司裡談判的 也都是在做不應該做的事 因為我們一定要在 有牌照的廚所那裡 去經營我們的業務 如果那個人 讓你去大吉樂 讓你去咖啡店 那裡談談談 談完之後 可以了你交給我 拍攝心口 接著講個價錢給你 那你就要想一想 究竟他是不是 一間公司 應有的態度 或者他根本 是不是本身 真的有一間公司 或者他只是一個 答一下答一下 我們叫做 他當時口頭講包了 但沒有講細行 我也不懂 我不是怪他 我相信他都是幫我的 不過一天還沒做完 總是個心掛著 還了 選了不俗其地 因為將來想和媽媽合作 對了 因為不俗其地 所以一定是未曾能夠去做生佛 相信如果是去年九月的話 快的呢 就今年七八月可能會收到信 慢的可能今年年尾 所以阿明你不要怪他 因為這不關事 至於這個生佛 你當時是否全包了呢 大部分的售單都不會寫這件事 所以不一定是有的 所以口講無憑 簽字為實 如果將售單有寫的 最理想拿一張售單出來問他實際 現在你沒有單沒有句 就真的有點棘手了 繼續支持你老母 多謝 你們online onlife 小文家入來一起live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我聽完博 多謝 欠家產 欠什麼家產 大家好 大家好 你最狼狽的一次經歷 昨天說了 我最狼狽的一次經歷就是 上到山墳 我先上到山墳 量好了個位 打算幫客人立碑 因為我們立碑是要隔在下面的 樂觀那陣子的那條線 那次呢 我上到去那陣子 客人未到我 我會早點到的 通常 然後我就量好債的位 就等客人來 還有等我的工人來 就準備立碑那陣子 到客人齊了 工人到達 我的樓間懷了 突然停在那裡 那次我真的很狼狽 而且是很害怕 因為呢 如果我們一拿錯條線 跟下面不合 就是跟那個內分金不合 如果那個內分金 又或者 當我立碑那時 那個樓間懷了 不知道准不准 那次我真的很害怕 簡直是害怕的 就是你出了難行 不是開玩笑 那在客人面前 我又裝鎮定 那我做完之後 我通常做完 我五福尺 從來五福尺 那次我就要回家 拿另外一個樓間 再去現場 即場回去 一個多小時之內 飛回去 福尺 我們叫福尺 就是再拿一個樓間去 量度我之前立的那條線 好不好 然後呢 我就召喚 召喚那些工人 我說你們吃完飯 因為那次是吃飯前立的 我說你們吃完飯 你準備一下 我現在回去 拿一個樓間 因為才把樓間懷了 然後呢 如果那條線是不行的 你就要幫我 趁著這號毛禮 尾乾了 幫我叫鬆它 然後重新立國 這個就是我 一定要做好這件事 那樣東西 因為我不是做了這件事 那種人 如果我做了這件事 其實是吃過 不會有 我現在那些生意 就是這樣 也不會有人介紹一些 所謂那些富豪級的人 有些生意給我 你知道那些人要求更加高 我都是這樣說 聽完你先 然後才聽小民 今天你是主唱 謝謝 靈異事 靈異啊 咦 有沒有聽過那個花圈那個 叫小民晚一點才開球 現在幾點啊 他沒有那麼早的 是嗎 現在十點半 他平時不是十點半才開球 嗎 繼續支持袁博士 多謝 多謝 有沒有聽過花圈那個人的意思 我忘記了 請問當時 在殯 插香那個香爐 又問我們要不要那個妹 說不要是不要 什麼叫不要那個妹 插 當時殯儀插香過香路 又問我們 這個不太明白 Shirley 你可以說清楚一點 我哥哥去年十二月往生 我因為要過英國 只可以為他搞好出殯儀式先走 但綠色殯座沒有法出席 我可以為哥哥做任何事補償 做任何事都可以的 如果你是佛教徒 你就幫他誦經 你可以天天幫他誦一篇地藏經 阿彌陀經 阿彌陀經 或者心經 任何事都可以的 然後誦完之後回向給他 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 我想燒些東西給他 可以嗎 都可以的 你隨時都可以燒 接些金銀燒給他 你所有送給他的東西 都是出心是好的 所以你能夠做 有時間做都可以做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單句 沒有單句 口同鼻咬就很痛楚 不要說朋友 什麼都不用 這樣 其實他都是 這樣就不朋友 說真的 朋友怎麼會不用 應該要寫好些東西給你的 熟還熟 人熟禮生 怎麼都要寫 就算我自己家人水瓶 我父母 我自己都寫一張 沒有可能不寫的 這件事 一定要寫 這個是法例來的 沒有可能的 這個是法例來的 再講清楚一點 沒有可能沒有的 為什麼 看不到昨天的重要的重播 一定是沒有看我的Facebook 你有空去Like我的Facebook專頁 然後你就會知道 因為昨天實在太多Hello 暫時不見得人 給我一點時間 我應該會把昨天的重播片 會切到正常了 然後再放出來 這樣就會好 因為實在太不見得人了 如果昨天 你知道 昨天有看我直播那些 都知道昨天發生什麼事 剛剛開始 今次都有點鬧鬧 不過現在OK 正常了很多 我也想學一下 將來媽媽走 我可以做什麼 還要和爸爸合作 這件事很容易 阿明 不要緊 我都想學一下 將來媽媽走 我可以做好一點 還要和爸爸合作 那你爸爸過了生沒有 如果還沒過生 那他就買不續其地 那跟著怎麼樣 是不是爸爸已經過了生 有那些續其地或者永久地 如果 咦 奇怪 等等阿明 其實你爸爸是有續其地 還是沒有續其地 還是有 在和俠石有金塔地 袁博各位大家好 因為其實 如果他已經在華永裡面 有那些續其地 或者永久地的 或者 他是直接可以把爸爸和媽媽 即場合作 不用這樣 故意再做一轉 等十年後再搞的 還是 在和俠石那些金塔段 要講清楚 因為不夠資料 所以給不了意見 如果 I'm doing you because I will be earlier 為什麼不明白 人文死人忘哭喪 對嗎 什麼叫做死人忘哭喪 沒聽過 剛才你說八婆東西 不是很多人沒聽過 不是的 八婆東西 真是傳統的阿嬸 那些老人家傳下來的東西 不是 人都知道的八婆東西 大家誤會了那句話 就是那些八婆仔 認為要做這些 那些事情 不做 是不是等於錯 或者不行 不是 可以不做的 你知道 那些主婦阿嬸 包括我媽在來 很多事情 哎呀 初一不可以洗頭的 那些 你明白我說什麼 其實初一洗頭 是不是真的會窮 或者會死 不是的 什麼才會死 什麼才不行 一定不行 死鬼了就不行 這件事就不行了 之前我姑媽走的時候 很多銷售士在醫院 生死住 賊住拉伸 那時候已經很不開心 真的生氣到想說粗話 我不要緊 他們是他們的job 正如我們剛才說 她有她的生活難處 如果正常人 都不想坐在那些位置 去賺這些眼淚錢 原諒一下他們 明白的 了解 請問在哪裡可以找到 曾經的直播 未曾擺上網 等耐心等候 小文早了直播 哎呀 他沒聽過 沒聽到 不要緊 喂 他開了 他說上機前做直播 不是上了機就做不到 哦 原來這樣 難怪他昨天跟我說 我為什麼會今天做直播呢 我因為以為他現在在飛機上 為什麼我說 他昨天跟我說 他大約 大約好像五六點 我忘記了幾點 就突然跟我說 叫我和斯朗做直播 因為他答應我說 昨天跟我一起做D18的 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好像下午來 他就說 那時候他會 廿四小時之後 我就要上機了 這樣跟我說 所以我就以為他已經上了機 這個時間應該在飛機上面 所以我不知道 原來他這麼晚才上機 放棄小文 哎呀 糟了 我怕他劈我 你們不要這樣 你們快點去聽聽說話 支持一下他 平時小文手1點機開 先聽你 他現在要上機 待會聽說不到了 你看小文重溫 如果是這樣 多謝大家 請問老母Facebook叫什麼 暫時叫做 笨藏博士 或者好像打迪利老母 都可以找到 我都忘記了 因為要改一次名 都要等十四天 本來想改 現在還在想 還沒計日期 還沒得改 當時是殯儀館插香那個爐 問我們拿不拿回家 我妹妹跟她說不要 後期有人跟我們說 說我爸爸入不了家 不是殯儀館插香那個爐 殯儀館插香那個爐 是不讓你們拿走的 因為第二種 就是你們是不是那些 潮州啊 或者福建啊 那些鄉下的 就是有一個 神主扒家的香爐 如果那個就一定要拿回家 因為是那個傳統來的 但是殯儀館的香爐 大大過的 怎麼會拿回家 這麼重 還有殯儀館的香爐 怎麼會被你拿走 那個是銅爐來的 很貴的 是不是留不留香火啊 你的意思 就是上了山 或者出了殯之後 在火葬場 或者在墳場 拿回那支大香 還有 袁國有沒有做過 有啊 有做過 啊 都挺難忘的 我做過一個個案 你突然想起了 就是一個意外的個案 他都不是屬於意外 他是突然間心臟病發 過身的那些年輕人 那試過有一次 都挺難忘的 那他就來了 那他就說原本呢 就想著遠濟的 那後來呢 就覺得這樣 泰國不太好 因為年輕人來的 打打下球 就過了身 那當時我呢 就平常我都會 跟那些客人 看一看那個 因為我會介紹 如果你用一些 比較環保一點的觀目 便便便便 那如果你說你想用回 改用目觀的 就加一些錢 那之後我就 然後呢 我就帶他去看那個 那個尺寸 那個尺寸 外貌 就給他們選 然後我就說 不過他們年輕人 都是火葬的 無謂浪費 不如就用環保 他們就說好 這樣 最後便便便便 那他家人 就沒有說過 那個尺寸 就是身材大小 一般如果正常呢 如果我們不認識那個先人 我們只會見到他 在生的家人 來幫我辦事 是不是 我沒有可能見過那個先人 不認識他們 都是朋友介紹的 那他又沒有說 他那個弟弟 是多高大 或者多肥 因為一般家人 看到那副觀目 第一個如果是擔心 譬如他特別高大 或者特別肥半 就會說 放不放得下 他多少磅 他多高的 多少尺 多少寸 這樣 那我們就心中有個底 因為 如果你是要 特別大的 要加大的觀目 我們有一個標準尺寸 另外一種叫做 加大尺寸 就是觀目是 加長加闊的 就是比那些身體 比較健碩 或者比較高大的人 那當然啦 如果他好像 姚明那些那麼特別的 那便便要訂造 如果去到那個大尺寸 那這個案子 就去到 一路都沒有出聲的 那大家都不知道的 直至都去到 U70 那天 就是要約他們去領遺體 醫院那裡接遺體 領防那裡接遺體 那領防接遺體那時候 那土工都沒有出聲的 那我有個同事跟他 就是我有個幫我手做事 都不知道的 那直至到 那土工去到殯儀館 幫那些人換衣服 那時候 然後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 袁想請請請 不對勁喔 因為那個遺體 比較高大 現在連那個 寧寢室裡面 沒有一張床 給那些人睡的 那隻手 都 他不夠闊大 就是一般很少不夠闊的 那他的手都會掉下來 那我現在強硬 就要幫他 放在空口上面那裡 那他說 就問了 供應商 現在全香港有一副 加大的棺木 看他要不要 我留給你了 如果要 就直接 要換棺木 因為當時已經載了那副棺木 那我當然是 即時通知那個客人 就說 因為我自己一時疏忽 因為加大的木官 加大就一定沒有自觀 即是沒有那些環保官 那加大的木官 就會比一般的木官 當然是再貴一些 即不是說 假設我說我要加五千元 那再加大的 可能要加八千元 全部都是假設數 你有沒有當認真 好了 跟著 那因為是我自己的責任 其實雙方都有責任 不過我就不會怪怪對方 那不如這樣 我幫你 現在留了一副 你可以要 你可以不要 那我就WhatsApp給他們 在那個群組裡 那那個哥哥 就是先人的哥哥 就打給我 我還說WhatsApp給他 因為是我責任 所以那個Extra 那個加大的錢 我不收他 我只是收回一副 基本的 即標準的木官 那個價錢給他 那個費用 那跟著他就說 他哥哥就說 這樣啊 他說 無緣無故現在才說 其實 我的習慣就是 在 什麼時候跟我們結算 即是那個清 那個計算 那個尾數是多少錢呢 就是在 領維體的前一天 我就會WhatsApp他們 因為他們一路 一路加東西 一路加東西 可能會加花籃 或者加這個 那我就不會一路這樣計算 我到最後 他領維體之前那一天 譬如他31日出品 我30日就要領維體 那我就29日 晚上 才會WhatsApp 通常 WhatsApp給他們 那條尾數是多少錢 那時候 即是說 假設他30日 那天收到那個WhatsApp 我都沒有說 要加他們目觀的錢 都沒有說 他們一定要轉負目觀 因為我通常 不會改單的內容 他們要怎樣就怎樣 除非他要局位 那次我真的有一點不開心 他就 說 奇怪 為何無緣無故現在才說 然後我說 我們沒有人見過你家的先人 我所有同事 包括我在內 我都沒有見過 到現在我都沒有見過 因為我沒有去到醫院 幫你一起接位看 我的同事去了 然後我說 當時我給 我有帶你去看過 那個官務 那個款式 那個樣貌 還有那個尺寸 你們沒有說 說你的家人是比較高大 那現在呢 那個土工就幫他換衣服之後 就說 有件這樣的事 現在是 連那個車仔都要掉下來 所以 要肯定就擺不進去 那你 你現在活不活 我現在全香港有一戶 我留給你 如果你不要 我就放出去 那我也沒有辦法 那 然後我說 好吧 這樣 然後 他那個哥哥的太太 就打來了 一會兒 你喜歡跟我說什麼 大家猜一下 有很多問題 我等一下逐個解答 大家猜一下他跟我說什麼 我太太 他竟然呢 那個爐好 留香房的潮州人 是要留的 因為潮州那個香爐 是要帶回家的 是啊 那個當時你們應該要帶的 因為 有個香爐再加一個神主牌的 打側 一半比一半 一半比一半都跟我說的 我會接受的 如果他直接跟我說 好不好這樣 四四六六談談他 他不是 他那句話 令到我覺得很難堪 簡直 離譜 不肯加錢 照舊 他又不敢這麼說 照用 他又不會這麼說 屈起他 塞入他 他又不是這麼說 他那句話就是說 你現在才跟我說錢 你現在才跟我說要加大 你現在才跟我說要加大 我都不知道你們是否真的有加大 還是標準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覺得我們騙他 然後再說一句 你現在這樣 即是我們硬吃的 我說 咦? 硬吃? 我就說 阿蜜太太 他覺得我坐地起駕 我只是有一個責任 我只是有一個責任 是漏造了 就是沒有問清楚 你家裡的先人究竟有多高 身高和踩重 沒有當時即時問一問 這個棺木夠不夠放到先人下去 因為一般正常的家人 看到那個棺木 還有想一想自己家裡的人 是否放到先人下去 都會說行不行 放不放到先人 都會說行不行 然後他就說他硬吃 然後他就說 那現在你真的要我硬吃? 他一直說這一句 他說我最生氣這個字 什麼叫硬吃? 然後你知道我怎麼回答他嗎? 你猜一下我怎麼回答他 大家又猜一下我怎麼回答他 我聽完 我已經是莫名火起三千丈 猜一下 拿著電話 硬吃 他說硬吃 我說不要緊 我說你一毫子都不用加 我明天叫同事硬撕他進去 我不會送給他 這樣就不會 我不會說這麼黑心的說話 不是這樣的人來的 我不會送給他 為什麼這麼傻 他本來就是想我講這句發脾氣的說話 我當然不會這麼傻 我有理性的 這樣就不會 我正在做緊 你不行的 因為我們要吸印仔 那間公司吸了印仔 一定要待那個先人辦完那件事 不可以改的 我都沒有說要交你錢 不是啊 我要加回那副棺木錢 但是我沒有加 用加大那個錢來讀計 用一個標準size 因為他那件事 他生氣什麼呢? 他生氣的就覺得 這個世界是沒有加大棺木這件事的 然後呢 其實我就作個故事 要他轉木棺 我就心想 當然是我苦勸你們 用這個便宜一點的棺木 你忘記了 我心想 我當時真的這麼想 那現在你跟我說 說我硬吃 要你硬吃這條數 那我不如這麼說 我真的馬上回覆他 說不如阿姆太 你不用說了 我不用你用你硬吃這條數的 我明天叫個同事 你現在一毛錢都不用交給我了 我明天我決定了 我叫個同事 叫一些土工幫你手 硬塞你的叔叔 那現在我們可以收錢了 我真的不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這個客人是我第二個客人罵的 就是說 扔給他 不理他 想跟我學法子 開辦 可以啊 所以你說這些是不是有些少少 真是我們叫做 幾難忘的 從此以後我就聰明一點了 不要漏講那句 漏講那句 問一下先扶康政府土地七年後 應該怎麼做 不是七年是五六年啊 不是七年了 可以去哪裏找土葬 不去什麼 撞和俠石那些土葬地 不撞和俠石金塔段 就算了 聽你 哦 多謝 支持我 多謝 小文 上著飛機 開多版YouTube兩邊聽 嘩 厲害 小文叫我們過來這邊支持你 嘩 小文真是夠朋友 這些真朋友 小文呼籲我們聽完你再再聽他 哦 真是不錯 哈哈 小文你夠老死啊 有兩部手機電話可以兩邊聽 這樣就很煩 這是噪音來的 變成好慘的 好了 大家都說看同播了 OK啊 看看先有些什麼特別問題 有些什麼 今次小妹 小妹今次首次看直播 請問直播時間 小文和袁博加入 其實我這邊應該是那支大香 不是啊 它是潮州那隻 潮州那隻是有香爐和神豬牌的 那些是要拿回去的一般 請問袁博一般商禮要多少錢 五位數還是六位數呢 做些什麼呢 Stella 要先問清楚 因為呢 做些什麼呢 是視乎於 那個價錢是視乎於你要做些什麼 有時候一個禮堂都可能五位數了 那你問我五位數還是六位數 然後呢 然後呢 有些人可能做一些很大型的法事啊 又或者好像那些 那些 那些 他們是潮州人 他們潮州那些齋兆 很多人的 那些價錢都很高的 那那些就 會貴一些 所以你要看一下 小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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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呢 你說那隻Facebook 你說有隻小汪呢 那隻呢 其實是今天呢 我家人呢 去參觀這個寵物展 拍回來的 那隻東西不是我的 我沒有小汪在家裡的 我這裡不准養小汪的 我另外這裡有養一隻小汪 那隻不少了 那隻大汪來的 小汪不叫我們都會過來聽 小汪很識打圓整個場地 小汪一向都很厲害的 這方面 我會全力支持你 多謝多謝 令我們明白更多病人知識 多謝 Leo呢 就說呢 我老爸走那時候又很奇怪 無論在醫院或生死註冊處 都竟然沒有一個agent 走過來鬥生意 那時候是2月初1 過年時分 又不知關不關事 當然不關事了 看看什麼時段 看看什麼醫院 有些醫院呢 是有比較傳統的香港 是可以呢 有幾間的殯儀公司 是可以派人去排隊的 其他殯儀公司是不受的 那不是每間醫院有這些 一些殯儀公司 新進的醫院 就已經沒有這些殯儀公司 可以進入去 這樣排隊的了 是舊式的那些醫院 譬如QE這類 那就可以 如果其他醫院 多數到 譬如新的那些 譬如大埔拿打素 東區尤德 這些 你沒有的 是的 因為比較新 以前舊式的那些醫院 幾十年前他已經在排隊的那些 已經有人有這個規矩 他就繼續讓你容忍你們 就是這樣 請問完博 因為我哥是在加拿大走的 但那時候因為疫情 我飛不到過去 加上外國要處理得好 我可以在香港燒些東西給他 當然可以 隨時都可以燒 你買些金銀衣紙也好 或者買個衣包 寫他的名字 那就叫他收 那個爐很小的 留香火潮州人 是呀 是呀 是很小的 一個爐仔的 拿回去帶的 拿回去插香的 是的 這裡講完了 這裡講完 沒有說加錢 變了沙天宇 說得好當然了 我一向最擅長的 就是人最擅長的 不是 怎麼說呢 免有別人比 就假了自己的 始終這句 永遠記住 我不會 我不會無緣無故得失一個人 但是他 他這樣說的話 令到我有一種 怎麼說呢 覺得我是懷型的感覺 那一刻 我就一定不會放過他了 在百嘴上面 還有一個很難忘的 可能你們未聽過 我直接跟他說 我扔回錢 和扔回文件 你走 我不會做你生意 大家想不想聽呢 他是這麼久以來 我第一個罵的客人 笑死你 真的 說出來笑死你 我解答了這裡 稍後和你們分享 我父母合葬 在柴灣永遠續租地 但本人年紀二十大 恐怕到續其地 自己也走了 其實好不好 買金塔地移壯 不用擔心到時 沒有人被續其租 阿Bubo 你有沒有後人呢 是啊 如果你有後人的 其實你這個父母的台灣命族地 是可以做所有家人的無限家葬的 所以不要輕易放棄 別人恨都抽都抽不到 即是說將來你自己本人八年歸老 你說你自己年紀多大 你自己八年歸老 或者你家有其他人 所有親戚和你父母有關聯的人 骨灰都可以加藏到這塊地 其實可以做永久的家族母地 只要有人一直打理著 每十年付一次錢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輕易放棄 第一個案子又是怎樣呢 講八字 講八字講不完的 Amy要開一堂 我想開一班 不是一班 我想開一個講座 可以讓大家出來 一來粉絲聚會 二來可以講一下 關於 有一個題目 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這個風水 風水不幸與養生的 如果有興趣 我們可以找一天 譬如星期六下午 去開一個講座形式 一人收少少費用 可能三兩百元 如果你有興趣的可以 可以問一下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可以報名 如果是真的 如果有三幾十人 我們就找一個地方租 然後去開個班 這個很有趣的 你們可以當一下 聽一下自己是否真的適合 想學這件事 而感覺到自己 我對這件事真的有興趣 我又好像明白 或者我都習慣可以接受到 袁博教學的方式 那你們才去考慮一下 報其他班 這樣 快圈事件 快圈事件是 另一個人做 很好聽 好姐妹 兩邊一起聽 快點開八字班 仍然在看完博 好乖的 你們 兩邊看好正 用另一個聽電話 嘩 我變成肚音 KatKat 我哥哥都很肥大 但介紹官務時 我都有問 可不可以睡得下 所以是家屬問題 不要這樣說 我都有責任 其實當下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有責任 其實雙方都有責任 說回圈事件 好轉頭說 西式官務 是不是一般都大過中式 西式有環保官 西式有的 有環保官的 多數環保官都是做西式 中式有做環保官 有間公司 但是很貴的 父母疫情中過身 上限十分出席 有網上直播 有閒人數出席嗎 第一次聽 從來香港疫情 是不是在香港的 如果在香港 香港的疫情 從來都沒有犯過喪禮人數 可能不在香港 可能不在香港 Elser 是不是 我有沒有試過有些朋友 我不想再跟他做朋友 永遠不想 我分享自己一個故事 為什麼我不會跟別人 即時斷交 或者永遠不做朋友 因為我有一個經驗 是我人生的真實經驗 我讀中一 那時候 坐我旁邊的朋友 即是那時候 坐我旁邊 我們的行李桌 是兩張桌 拍在一起 就做一組 然後坐我旁邊 和我旁邊 和我旁邊 有什麼呢 就一起玩 一起聊 直至到 中三那一年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三個 就和其中一個 就不記得了什麼事 就鬧回了 直至到中五畢業 都沒有再來往 後來 我們畢業了之後 即是畢業典禮之後 我們三個就一起聊天 有一次聚會 自己的朋友 就說你記不記得呢 那時候為什麼 我們會和誰呢 即是我們三個一起討論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會和其中一個朋友 都現在都沒有辦法談 即是我們三個 一起自己想法 我們三個都不記得了 發生了什麼事 後來我們就覺得很可惜 三個一起都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 就是為什麼會 雞毛蒜皮 竟然會不記得 即是不重要 我們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由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知道 其實不要一時意氣 為那些雞毛蒜皮的東西 放棄了一些朋友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永遠都不會 樹立永久的敵人 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說 怎樣可以 有些人 譬如放我們 放我們 放我們毒針 即是在背部放我飛劍 又或者在我前面 放幾塊椒皮 或者塞一些陷阱 挖個洞 給我 如我掉下去 又或者在我其他人面前 講我壞話 我不會永遠生氣他們 即是能夠放過自己 就最好了 由那個時候開始 由中五畢業那一年之後 我們開始想起 想也都想不回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我們三個會 一起背負她 和一起不和她 Fan 由那個時候開始 我真的有點後悔 其實我們幾個朋友在想 為什麼我們這麼傻 那一刻 所以 Gina 其實我不會說 哪一個人 不尊重我 所以我一定不和她做朋友 又或者我永遠不和她做朋友 因為那個朋友 所以我不會 多說一些話 這麼死 這個就是我 袁博人小民都轉數快境 OK的 一般人走了 是不是會熟悉 如果180磅以上 是不是要棺木加大 看看她有多肥 180磅應該不用 180磅都是七八十公斤 90公斤都不夠 最重要看她的高度 因為我們一般的棺木 不是很長 兩米以來米幾 一米八九度應該都可以放得下 如果她接近米九兩米那些 就應該不夠長 是啊 我媽走的時候 我很傷心 拿了媽媽把大相回家 藏在櫃桶內 是不是不應該 不是啊 以前的大相都可以拿回家 不過我們會建議 你可以 過了一百天之後 拿出來 換了那個相架去 舊那個相架 扔掉它 很有理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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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快點說想 想 想什麼 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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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想 我是不是想聽那個 我被我罵那個 第一個 我先說這個 明她說 我有一位朋友的太太一月初 走了 因為她們家族在大鵬灣 買了家族墓園 所以要等運回去 然後又過年 所以等到現在都不知道何時在香港辦事 大鵬灣這個案子 年幾兩年來 真的令人都很煩惱 結果很多人 因為等運回去 撞大鵬灣 最後怎樣呢 就入了二莊 現在二莊爆棚 因為大鵬灣未通關 大鵬灣的車何時正式通關呢 真是不知道 現在才剛才說 我們香港人可以 生人可以這樣 都要等到下個禮拜才正式通關 因為大鵬灣的車只要可以走 不知道叫什麼 什麼口岸 就是在 上水再過一點那個 那個 一定要走那個口岸 我忘記了那個什麼口岸 因為我不是經常回大陸 我都不太懂 所以大鵬灣真的棘手 所以撞大鵬灣的朋友 我都會建議他們 如果可以的話 你不如先撞和合石 撞了幾年 然後把圍骨運回去都可以 你不一定要把圍體運回去 是啊 這樣 又或者在香港撞一些非族其地 好了 想想想想想想聽那個被我罵的客 話說有一次 有一個客人 就在一間 媽媽 就在一間私家醫院裡過室 那呢 他就拿了一些文件來給我們 那我們就收一些文件 大家一般來說 醫院交得給家屬的文件 我們不會質疑他有問題 正常來說 大家認為 一個醫生簽出來的 醫院交得給你們的 給客人的 應該正常都沒有問題 就是讀了這麼多書的醫生 那她的媽媽就在私家醫院裡過世 那她拿了一些文件來的時候 那我就數數數數數齊的文件 那我就 通常我們不會看內容 就是那些醫院文件的內容 因為對我們來說 不會影響我們的工作 那我就沒有遺疑 那我就pass了一些文件 那個先人身份證 就給我的同事 去幫我們去辦 社亡證啊 訂牢啊 各樣的那些東西 大潭灣是在大陸的 在那裡叫什麼 大小梅沙再過那裡 那一次呢 那一次呢 她拿了來 那我就pass 就是和她寫好一張搜單 就pass了一些文件 給我們的同事去訂牢 那我的同事呢 因為是 訂牢的同事 那一次 他是院制的 那次 院制呢 他就 訂了那些攝路期 即是現在還沒訂滿那些 那些 找了一個日子 就想著 譬如1號還沒滿 他就想著1號 那天已經開了路 比較緊張 那一個同事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 喂 袁小姐 你那張醫生紙 什麼都沒有寫的 他說什麼叫什麼都沒有寫 我已經很罪了 他說 只是寫了一個星人的名字 沒有寫死亡日期 沒有寫死亡 沒有吸醫院的醫院人 什麼資料都沒有的 醫生都沒有 只是簽了一個名字 什麼都沒有 那我說 蛤 我就嚇了一下 那 其實不可思議 是吧 大家都聽到這些事情 都嚇了一下 蛤 不是吧 我真的說蛤 不是吧 是啊 他說現在你是哪裡 他說我現在在長沙灣 我說這樣 因為那個客人是住在九龍區 那我就打給他 我就說你可不方便現在去長沙灣 辦事處那裡 就拿回那份文件去拿回醫院那裡 給你們的醫生再簽 什麼這麼麻煩的 他說 你不認識的嗎 我說 我說 醫院文件我真的不認識 我真的這樣回答他 我不是在醫院做的 我說我做長生健 我不是做醫院 我不是做醫生 我怎麼會認識 我真的不說 我說 聽說 我同事聽說 連醫院的印都沒有吸 醫院的章 不是吧 你不認識檢查的嗎 我說 我通常這些文件我們是過手的 我們不會去制約你們的內容 然後我心想 他已經很不客氣了 金化學的死亡 不是死亡證 是醫學死因證明書 那張 絕對不是死亡證 醫院的主診醫生 簽著證明 那個先人 就是過了生的人 死亡原因 病因 這樣才可以出到死亡證 去長生環那裡 真的很發學 我也覺得很發學 好了 接著 我就說 這樣啊 我現在沒有空 又怎樣怎樣 那好吧 我說 那我幫你 我幫你去長生環那裡先拿 那一會兒我去哪裡匯合你呢 然後 我說我先拿 然後我去那間私家醫院那裡 你 然後 我拿完之後 我們在那間私家醫院那裡匯合 不過你要約一個醫生 要不然去那裡都沒有用 因為要醫生簽 然後呢 那 那好了 那我就拿了那份文件 在長生環那裡拿了那份文件 就去到那個醫院那個大堂那裡 那裡 那當時就未是疫情那一刻 即是很多年前的 還在說 未是疫情那一刻 那我就 在那裡買個早餐吃之後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WhatsApp他 買了杯咖啡 買個包 WhatsApp他 就說 我到了 一會兒你過來醫院 那間咖啡大堂那裡 那裡 那個咖啡店 你過來拿份文件 然後你拿去 給個醫生簽完 我在那裡等你 這樣 那已經人至異盡了 我已經做到這樣了 我要親自出馬了 要 那好了 他來到 你想怎樣 那我就問我 接著我說 你進去吧 我不知道你去哪裏 哪裏打哪裏 醫院不是我的地頭 大哥 我心想 是不是 這裡 我初來報道而已 接著 那我就坐下 吃吃吃吃 他突然間 即是未吃完 那包都未吃到兩三口 他就衝出來 找我 你進來 跟著來 我說什麼事 你來看看 我看什麼 我心想看什麼 哇 多餓 真的很餓 是渴我 那我就說 看什麼 去哪裏 你沒有來 你跟著來 然後叫我進去 醫生的房間 那我說什麼事 接著 他就說 你看清楚 那個客人 直接這樣看我 他說 你看清楚 我說看什麼 填完美 我說 阿醫生 如果我懂得填這張東西 我坐在你的位置 是不是 不是我簽的 這份東西 好像是你簽的 你應該要看清楚 你懂不懂填的 我真的這樣說 如果我讀這麼多書 我都不懂填這份文件 那我也幫不了你 那我就說 是啊 然後那個醫生 很無奈 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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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因 死亡日期 死亡時間 簽人的名字 三分證號碼 我填完了 我簽了名字 我說是嗎 醫生 好像差了一個公司 那個醫院印 還沒看到他印 因為印是藍色 很搶眼的 整張白紙 什麼都沒有 是啊 那一刻真的有些問題 其實我第一次 被他喝幾下 那一刻 我都會體諒他 因為他家人過了山 所以心情不好 是正常的 而且他覺得 好像做事不夠順利 要回頭 我也理解 很多人是會有這個心理狀態 所以我第一下 第一二下 是不怪他 直至到 他叫我 喝我進去 制止我吃早餐 然後喝我進去 幫個醫生看 他的文件填好了沒有 那一刻 我就覺得他已經去到 吹毛求癡 我心想 你沒事啊 我怎會 我怎會懂得填那份醫生 醫生醫學證明書 死因醫學證明書 我又不是醫生 我又不知道你家人什麼病而死 究竟那些什麼要填 有什麼不填 我怎會知道 我們從來不會去追心 這份東西怎麼填 我們的責任 只是把文件拿去 生死註冊處 換一張死亡證 是不是 我的心已經是這樣想 接著我就問醫生 醫生 我看不到醫院印 你是不是應該要吸印呢 接著 是呀 吸了印 吸完之後 就加了一份文件給我 另外還有一份 就是一張A5紙 就是一張A4紙 半張紙 就是那張 可以證明 證明醫生簽署 可以證明入牢 給醫務衛生署 才可以換到那張證 去佈牢 我就拿著那張紙 他說這張都填完了 那張原本是白的 只有先人名 當然 我說是呀 我說醫生 好像這張紙都欠個印 接著他說 這張其實不用 不過我也幫你吸印 方便你 萬一真的免得你回頭 我心想這張都不用 我心想 一張都要的 我一張都看到 都有個印 你看清楚 接著他跟我說 你看清楚一點 不要這麼麻煩 要我再回頭麻煩醫生 我心想 好像是你在麻煩我 是醫生在麻煩你 你在麻煩我 你不就調轉了這件事來說 我何時叫醫生不要吸引 何時叫他不要簽好那些東西 我從來都沒見過 有一份醫院文件出來 是不能用的 我說我第一次見 我心想那一刻 我一路走出來 其實那一刻很生氣 他叫我看清楚一點 那一刻 我便知道他有問題 他把所有材料都推到我 把醫生的錯誤推到我 我便在醫生的房間 一支箭衝出來 衝我出門 在醫院的冷行 即是在近出入口 然後 那一刻便喝著我 你去哪裡 然後我說 我走 接著我說 阿嬤小姐 我已經決定了 這份文件你拿回 你給了一千元訂 我扔回給他 我說你拿回去 我不做你生意了 你找個第二間 我真的這麼說 我說你也是本事 你是我第一個客人 讓我扔回那份文件 不做你生意 我說你最厲害了 這世界 你找個第二個 我說現在是你找一個 傻的醫生 搞不定你媽媽 連份文件都不會填的 你找他來治療你媽媽 關我什麼事 我只是這麼說 你不要把你 那個傻的醫生 做不齊的事 把他的責任推到我 我受不起這些 你傻的 你以為我沒見過你的錢 我扔回給他 你以為他的反應是什麼 大家猜一下 當時我這樣罵他 在醫院裡 人來人往的 在那裡 在地下 出遊口 近冷行的位置 那裡 這樣 很多人聽到我罵他 我真的扔回文件給他 我扔回錢給他 不罵他就不行了 我說你真是本事 我說什麼小姐 我第一次這樣罵客 你是全天下第一人 我說給你一個厲害的 是第一名 錢就給你了 文件就給你了 你找個第二家幫你 我幫你不了 我只是這麼說 我說 嘴嘴 當然不是 站在那裡哭 對著牆 哭得很大聲 哭得不得了 他當然沒有道歉 他怎麼會說對不起 他覺得自己對 他只在那裡哭 我哭也沒用 你找個別人 我不做了 厲害了 真的哭哭哭哭 當然有個醫生問題 哪有關我的事 你什麼態度 你以為你有錢 就洗死我了 你傻的 他真的已經嘔了底 哭了哭了之後 哭了哭了哭了 哭了哭大哭之後 又咬了底 咬了底之後 然後怎樣 你繼續幫我 啊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我心想 你不要拿我來搞 待會兒你不要拿其他東西來賴我 這些東西不是 就是隨便給你賴的 一 人要面 樹要皮 我不是說我是跪在那裏求你那件生意 我才有煩惑的那些人 就算我真的要跪在那裏求你給生意我做 我才有煩惑 我快餓死了 欠你那件生意 我都不會做你那件生意 我不會為你記到就要截要 我心想你瘋了 你別慎了 這些就是 什麼經歷我都經歷過 什麼人 人生霸態 這些EQ低一點你都被他冒死你 我心想 喂 難道我和你道歉 他當然一路就說我不夠專業 沒有理由不懂得看那份醫生文件 是有問題的 我心想 你為什麼不想一下那醫生有問題 你為什麼會覺得我有問題 真是 傻傻地 那些人都 我都懶得理他 Elsa就說外國興這些東西 為了這件事我出了情緒病問題 因為這幾年發生了很多事 外國興些什麼 不知外國興些什麼 先頭這個 阿妹 港座 海外怎麼加入 蛤 海外 要不就港座那裡可以live 上邊 那就比對比錢那些我不高興 有興趣報名 好啊好啊 就這樣決定 好好好有 做補習那時候也受過 有時候個戲很稀憤 呼回下個月的家獎費 在個信箱 叫他兒子明天開始不要來 早就要了這些 你別以為洗死人了 地裡老母 這次要二百 二百個什麼 想聽有興趣 博博士很有興趣 很有興趣聽那些什麼 什麼班都開了 嘩 人下去才收到 否則會有機會被人搶走 最重要是寫名 寫先人的名 跟著就寫鄉下 如果你想寫 最好就寫燒衣包 即化寶那天的日期 再加上 最理想就是寫陽相 哪一個親人送給他 那就不會撈亂了 好了 聽村長 師號什麼叫村長 人死後屍體縮水 用金銀涉棍木 其實就不是人死後會縮水的 有些會漲 有些會縮水 各個不同的 即每一個遺體那個 過了身之後 那個反應都不一樣的 那用金銀來涉棍木 是方便搬運的時候 那個先人的遺體 不會移動得那麼厲害 因為我們期望 在涉到它穩穩陣陣之後 我們在搬運的過程 就算怎樣搖來搖去 或者車子漱下漱下的時候 那個遺體不會側了 因為我們一封了官之後 就不會再開官 那我們就用最正的位置 去下分金線 如果我們要拿風水的話 又或者我們不拿風水 我們拿個月位的直線 是放正在月位中間的位 那條線要直的 我們就以那個天的蓋 即那個棺木的天的蓋 那個中心點來計 封棺和大點放過私人進去的時候 都以那個棺木的中心點來計 所以我們放到它兩旁不動就最理想 不過說真的 在2019年之後 我朋友圈大洗牌了 這個不重要 人生的事情幾時都會有 沒有怨恨 只會淡出 不合談的朋友圈 那就自己淡出 不合談的當然是不合談 不合談的當然淡出 我大打了這些 朋友呢 我們有幾種呢 有些呢 就叫做吹下水的朋友的 有些呢 就有空丟掉那些家長圖過來的 那些我一定全部呢 就不是淡出 即出了 立即自己淡出 那些叫做 不是淡出 是淡了出來 立即 quit 沒有空 那些 手機容量都不夠了 還跟我飛那麼多家長圖過來 然後呢 天天跟我說早晨 我試過發我的朋友脾氣的 有些群組呢 即是大家比較熟的那些 我都說 你可不可以再不要說早晨 天天都要早晨 早完美 我只想問 麻煩說一些有養份的事情 雖然早晨這句說話 都有養份 但天天都說那時候 接著呢 有一個朋友 你知道你怎麼回答我嗎 挺好笑的 我說給你們知道 早晨的原因 我還沒死 那樣 那樣 大家都很尷尬 那一刻 我真的沒有想過 他給過這樣的答案 我真的想死我 你想想 我的朋友反應快過我幾多 這麼快後 他沒有 我父母都是在大龐灣 因為我住在外國 已經需要回大陸 差不多有十年沒有去拜 他們覺得自己很不孝 其實不要緊 如果你去不到那個墳前拜 你可以當天拜 所以不用覺得自己不孝 新醫生沒有經驗 這些肯定的 我不知道醫生什麼事 是啊 原本太好人 我這樣罵人 還說 他一向我都撥苦麻糟的了 劈大個口 不然怎麼辦 唉 不要這樣說話才行 那個叫遺體 原本夠硬正 一向立刻道歉 他不會跟人道歉的 那些人 當那些人去到 不理性的時候 他怎麼會道歉呢 大幫幫他做 當然大幫幫他做 可惜他不肯讓其他人做 不知道做什麼 嗯 有生意不做 唉 怎麼說 有時候 有些錢賺到背脊骨落的 你賺來就算了吧 對不對 有些事情 總之我自己有自己的立場 香港有很多香港課程 都已經可以網上受課 用Zoom 講座 應該都可以收費 收順些 這個方法不錯 Zoom 土葬的什麼質地都可以 如果他是 那些叫什麼 現在有一些 那些 比較膠質蟲 那些枕頭 那些就不好 因為太多膠的東西 都不是太好 是啊 這樣吧 為什麼今天還是第一集直播 因為我決定了 將今天正式直播 的 改為今天 昨天那些 視播的 視直播的那些片 我就不會叫做第一集 我應該會剪到它 可能一段一段 比較短的 可能十幾二十分鐘 大家可以分段去看 因為我要試學剪片 在那裡 那這個我想 我今天應該剪了頭 那些 那些 吵吵吵吵吵吵的那些之後 就可以傳播 可以放上網 會比較方便些 那第一集 我就將今天成為第一集 昨天那個 吵吵吵吵吵的那些 就沒有那麼醜樣的東西 沒有被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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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清明至平日 一樣燒腰包 是啊 你每天都可以燒的 如果你有衣服 沒問題的 這句真假 過年幾日忽然間都走了幾個朋友 天傘 明明是只是 heter 一定不知總裁 天氣壞 另是這裡 有生死忌利便可以在家拜祭 有APP可以做剪片很方便 PM給你好呀好呀好 我現在都在研究不知道哪一個APP 所以我今天都在看 我就可以CUT了那些 那些前面的部分 今天都講了兩小時 大家累不累?還有什麼問題? 袁博可以講一下 你之前請別人下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之前被人下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這個我試過 請問在墳前燒衣包要不要寫詩人的名字? 要啊墳場那麼多人 你不寫名字送給誰 所以一定要寫 除非你在家門口放 在家裡燒的就不用 如果你說不行 我家門口不給你燒的 要下街燒的都要寫定 或者拿一支香引下去 這樣會好些 我之前被人下了一些東西 其實這個案子 我之前在潘聰那個節目都講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很多年前的 有一個朋友 因為我有好奇心很強的 我的性格是 有些人就跟我說 哪裏哪裏有個師傅 他可以問問題很靈的 我會好好去看看他什麼 大家了解一下 認識一下 當交個朋友 有一次 我的朋友幫我約了 我去到 師傅見到我 他說你來問什麼 我想問一下這些 問一下那些 說了給你聽 我問了那些問題 每個問題 收到10元 我忘記了 然後 他就說 你什麼都知道 你來問我做什麼 然後 我說 有件這樣的事 然後他一直都沒有正式回答我問題 我每次問一個問題 他然後就叫我 下了眼睛 你看到什麼 一段時間 我自己打開眼睛 他說你看到什麼 然後我就會把答案 告訴他 然後 事後 就沒事了 然後我就照封一些 應該要封的禮事給他 然後 臨走之前 他就給了兩顆不知什麼 珠我 就叫我用水來養 怎樣怎樣 那我最初都沒有理 就放在天台那裡就沒有理 那後來 那些人就叫我說 那兩顆東西很貴重的 怎樣怎樣 你要聽師父說 怎樣怎樣 怎樣 那我就在天台那裡 用水這樣養著它 有空就換一下水 那後來我就發覺 越來越不對勁 就是樣子就變了 就是 我開始 我自己 譬如有時候 有些朋友幫我拍照 我自己Selfie的時候 來不中都會Selfie一下 我心想整個怪獸 我自己覺得自己變成怪獸 我自己覺得自己變成怪獸 很怪的樣子 愈來愈怪 那後來有些朋友就說 我就跟那些朋友說起 我不是說我自己有一個 學風水的那個師姐 她是一個法師 她學了道法 就是學人 她真是父母的 她是學 那我就把這個案子告訴她 她說 其實你領了爺的了 她說其實很多這些師父 她用了一些 是養鬼仔的方法 所以她那幾顆東西 就是那兩顆東西 是被你拿回來 其實你是領了她的東西的了 那我說我可以怎樣做 她說首先 你如果煩到這些 不要亂請 不要亂請回家 包括那些什麼佛牌 什麼佛牌 就是那些 喀哩卡拉那些 她說這些很多時候 他們說有法力那些 其實他們全部都是落了東西的 然後第二樣 就是你先還給她 在哪裡請來的 就是你原封不動的麻煩給她 那我就 找個信封入住樓 就交回去 那個師父的那裡 放回到她的信封那裡 然後她就說 她幫我再試一下法 那就幫我清走了 其實是 其實很危險的 香港有很多個師父 其實她用的那些方法 是不是正統的 所以我們要注意 所以不要什麼都去帶 她說你不要那麼好奇 她警告我 你不要再那麼好奇 你知不知道這個問題 經常好奇心太強 好了 講一下花圈的事件 今天不是第二集 今天是第一集 我現在決定了 今天變成第一集 第一 第二 之前那個是一個試播 那個我們不要當它 我們拿一份筆字抹掉它 拿花牌 遲了 加拿大人 遲了 是啊 遲了很多 你剛剛進來 哎呀 我們 我們九點半開始了 現在十一點半 什麼叫滯像 有什麼作用 轉頭告訴你 我們先說花牌 那個圓圓的事件 話說 話說有一次 我有一個朋友 他家人過身 就把幾個笨 交給我做 然後他又訂了很多 特色的花籃 其中有一個家人 其實我喜歡 在WhatsApp說 他們怎樣轉 就是花籃 我給他們一些款式 看之後 那些花和顏色都可以轉 就算花的種類都可以轉 一般你用那個型 那個花型 那個型態 就告訴我們 你想怎樣轉 最好的 WhatsApp說得很清楚 那他們那次 就很奇怪 用了一個PDF 就做了一堆東西 又說 要用這種花 然後要用這個套 然後又不知道怎樣 就很複雜 講一講 講來講去 他家人有一個 講到大家都好像溝通不到 最後 我的朋友 就直接打個電話給我 講完之後 就正如Ming那個案子 就因為大家是熟 因為熟的關係 我就沒有再寫下 WhatsApp給他 我們那個電話的內容 那個花的配合 哪一個做背景 哪一個做主花 顏色是怎樣 就沒有很細節的說 那些花他全部訂的都不便宜的 那些花籃 即不是那些幾百元那些 然後 一去到 他就跟我說 他那個家人 那個花籃 做錯了 那個主花 和那個背景花 的顏色調轉了 叫我換了它 那他 那個家人就好不開心 就說我搞錯 那我不知道誰搞錯 那我就很記得 他講過那些話 那因為當時 不是WhatsApp 八字黑字寫下 也都沒有 那個家人 就是我的朋友 打給我 就電話說了 所以 熟環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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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熟禮山 最好寫下 就是阿明熟的 其實是教訓 那那個花 結果 我就說了一句 我不收錢 真的 我真的說我不收錢 那他真的沒有付錢 也都 那好了 那 那 沒有付錢 沒有付錢 沒有所謂 你要知道 所有 拜祭 所有 供奉 的東西 誰給錢 就是誰送的 那個家人 就是 親屬 就是一個 低腳的花欄 低腳的花欄 即是跪在寧前 大家知道 短腳的花欄 和高腳的花欄 是不一樣的 高腳的花欄 即是 奔下 站起來 來送品 就是站在那裡 跪在那裡 和站在那裡 兩個親屬有別 你知道 我沒有收錢 就是誰給錢 就是我 那他家人 受不捨得 我跪在他寧前那裡 存放 但是花欄的名字 就不是寫我的名字 我寫他家人的名字 那我說不收錢 那他家人 就很喜歡 賭博一下的 那些 真的整個家屬都很喜歡 那 因為是朋友來的 很熟的 認識了很多年 到吃英雄宴那時候 我就出了病了 他們說去吃英雄宴 那時候就未曾疫情之前 已經是疫情之前 有很多年前 那他就叫我去 我原本就說 我有東西做 我就去了 接著說來吧 來吧 你怎麼都要吃飯 那我就去了 那他剛剛就訂了 紅磡那裡的酒樓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我就一起跟 下車之後 下車之後 然後我就跟著他的 那幫客人一起走進去 那間酒樓那裡 那他 那他 在我前面那兩個 有一個阿叔 就跟隔壁那個阿叔 說了 那我就一路走一路走 那我跟著他們兩個後面 那他就說 那天好像星期三 大家應該可能聽過 我記得有一次 然後我在小民那個直播那裡說過一次 又在潘聰那裡說過一次 那這個案子 真是真事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 那個阿叔還跟隔壁那個阿叔說 他說今晚 第二場 不知道多少號 那隻馬你一定要落重飛 所以 記得落飛 那隻神一定會跑出來的 我收到資料的 怎樣怎樣怎樣 一定可以的 然後我就說 是否真的阿叔 即是我在後面 即是你知 即是搭嘴 你知我們這些 壞人 沒有東西做 那當然是壞掉那些阿叔 然後我就說 是否真的 是我就躺身下去了 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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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頭 跟我說 很認真地跟我說 那那個阿叔 是真的 你記住 你分心到底 就好像送大禮給我 那樣 你明白嗎 那個阿叔就這樣 我覺得很棒 然後 我說 然後吃飯 吃完飯就沒有了 然後繼續工作 很忙 忙完之後 忙了一大天 然後 我就叫家人 就 載我去一個地方 放下我 然後坐車自己 因為晚上 他們有其他節目 就不可以載我回家 那我就自己在那裡吃碗麵 因為沒有人和我吃飯 就想著 那個時間都吃了碗麵 大約好像六點鐘 到 那我坐下 吃一下 當吃東西那時候 腦就很靜下來 突然間想起 我跟我說一句 這樣的事 接著我就打給家人 喂 你找人幫我去 買買張票 今天有個阿叔 那樣 他跟我說 一定要睡個身 他就很興奮 他就說 這樣嗎? 那好吧 然後 然後 一會兒 他就打電話給我 哎呀 我的朋友 他找不到他 我現在又沒有空 又不知道誰可以有空去麻會 現在那時候已經回到六點半 糟了 晚上幾點開場 我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不懂 因為一向都沒有賭脈 然後 後來 那怎麼辦呢? 我就說 我後來 心心一計 我就看一看 很多年前 我曾經走過馬會 他有一些不知道什麼 紀念品送 就說 你只要登記做他的會仔 就有紀念品送 那我就有個馬會戶口 那我有個馬會戶口 我打開來看 咦?有錢在裡面 有1000元在裡面 那不是 家人原本就叫我來買 就買1000元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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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000元 讀贏1000元 位置 那我就 因為不夠錢在裡面 那我就買500 那買完之後 那家人就再打你 喂 你買不買到啊 怎樣啊 有沒有人幫到你啊 然後我就說 有件這樣的事 沒有件都有1000元 所以就買了 然後就說 那沒事了 那收線了 那沒事之後呢 那我就忘記了 吃了麵 吃了麵 回家洗澡睡覺 好了 那第二天呢 就繼續工作 沒有一件事了 其實已經沒有一件事了 突然間下午 那家人就打來 那些賭仔就告訴他 那天中了 然後他說 你昨晚有沒有買到啊 我說買了 我就告訴他 買了多少錢啊 我說買了 每天500元 原本你說1000元 不過不夠錢 然後他就說 接著他計完之後 然後呢 是賠回年本 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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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贏呢 是賠回一個數 給我的 那我扣回那1000元之後呢 剩下贏的那個數 的剩額呢 剛剛那個化藍的那個價錢 沒有什麼多少的了 那我就心想了 就是明明中呢 那個先人呢 是會幫家人去找了一條數 他想他的辦法 所以這個世界呢 我們 不要欠人債 欠了呢 你一定有方法 有人幫你還 或者你遲早都要還 就是這樣 這些就很圓的 這個是真人真事 發生在我身上 好了 就 原博以後 是不是一定了 每星期開live 我 不定時開 那這個我也想問一下大家 小文呢 就跟我說 我要呢 就應該隔天開 但是有時候 我都擔心我自己 沒有空間可以隔天開 但是我又 不知道大家 什麼時間可以 那我知道 你們又喜歡聽小文 那不要搞到 好像跟他 撞了旗那樣 那我覺得 今天不是很好 那 為什麼我今晚開呢 其實我知道 平時小文晚上開的 那 就是逢星期六都開 但是我知道 因為我以為他今天上了機 他今天不開 我才今天搞 如果我今晚開 我想試一下 做直播 可不可以順利 那 那今天也托了 我覺得順利 那我覺得 如果我訓練了自己 那可能 那直播時間 可以大家商討一下 那 哪個時間會比較好些 是的 那這個可以 安排一下 這句真的 過年幾天忽然 就是這個說了 那我爸爸走了 練這個說了 剪片了 謝謝 然後 笑衣包 說了 你不記得了 不是 我是故意今天寄了 2P1 是的 濟漿 濟漿其實是 是一些 我們 任何人都可以送的 就是一些掛在 掛在 禮堂上面的一些 用一些布做的 送給先人的東西 那上面呢 通常會有上下款 上款是先人的名字 下款就是送那件物件的人的名字 中間就會有一些 我們叫做 頑文 那些頑文 通常都是四個字 或者你自己可以寫自己的一首詩都可以 通常都是 我們叫做 假面一下先人的 那個 在世時的 那些 情況 所以呢 這些是一些 物品來的 可能是一張皮 可能是一張尖 也都可能是一塊布 可以用來做一件衣服的 因為以前 那些中國人的傳統 同村兄弟呢 有人過身呢 即是同村全部都是親戚來的 那麽呢 就不只是做白金的 有可能呢 他是做這個 送禮物的 那麽所有的送禮呢 那些用品也好 或者錢財也好 都是要來幫助 那些先人去辦事的那個家庭 那麽所以呢 有些時候 可能那些人會送雞雞鴨鴨來 就是要來煮飯菜 給一些工作人員 又或者要來做英雄燕 假圍酒 那麽用都有 其實世障是其中一種 我們叫做 叫做 叫做 喪作文書的其中一種模式 今天是第二集 不是的 都說今天是第一集 昨天那集是試做的 那集不算第一集的 今天立春好第一集 就是咯 昨天原薄烤肉爪 哈哈哈哈 好正啊 這個名字 哈哈哈哈 時差問題 唯有重溫 我家大友好啊 哈哈哈哈 好啊 昨天那個叫烤肉爪 好正 哈哈 昨晚在原薄歸房市榜 哈哈 要洗腦 洗了昨晚的Live 才行 哈哈哈哈 唯有大喪禮可以是七彩繽紛 對 其實呢 外國人呢 他們那些喪禮呢 他們不介意顏色的 只是中國人才會有那麽多的秘技 那些我們不關事的 那些是文化的差異來的 就是中國人呢 用白色覺得不好的 扮喪禮的 那麼日本人就覺得 白色是好的 他們可以結婚 他們結婚是做白色的 那麼 其實大家那個文化 不一樣 可以理解 什麼叫拜生三五個石 昨天這個都有人問過的 我們都說了 其實是因為那些新雲 怕見一些比較大的天神 那麼就因為春社呢 就是春回大地的 那一天呢 就是大地之母 就掌管這個農耕的開始之日 那就會出來開始做事 那所以呢 那些新雲要出來之前 就給那些家人去大祭 那樣就在這個春社那個地母 出來之前呢 他先大了 讓他不要呢 就是那些 好像小學雞呢 見到校長那樣 就會縮馬舊那種 那這個是中國人的一個雜祖 如果我用一個比喻 就是可以這樣說 好 好了 耶 博士你好 達士花欄做錯都要付錢 哦 試過有個客人 有個朋友呢 叫我來做 晚上呢 其實送紅磡 送紅磡很簡單 如果寫錯字 隨時出聲 等我電話來 隨時立刻改都沒有問題 因為很方便 那他就沒有出過聲的 整晚都沒有出過聲 第二天 我也有跟小文那個直播講過一次 他第二天才打來的 然後就說 為什麼會錯了 我說昨晚為什麼你不出聲 然後他說 那時候才剛才提到 不知道什麼事 那我們就 跟他說 那不收那個錢 結果他做了兩個 兩個都沒有付錢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對 定期開會好一點 好 那我們大家呢 去投票一下 我很民主的 大家投票一下 看什麼時間 逢星期幾 會比較方便 對了 隔天開會很累 是的 搞不定 星期六早點開這個建議很好 我覺得星期六早點開 如果我沒事做 哈哈 地理老母 這個名字我都覺得 我的朋友都說很搭我 你知道我轉換共 他們經常想對著我想說這句話很久 直到現在他們光明正大地說 那就很高興 哈哈 一星期一次都OK 哦 OK 一星期一次 你早點開 因為你要祖佛 是的 我也覺得是 除了要和袁博學殯葬指釋 亦要向袁博學核人的技巧 核人呢 核了人都不知道 才是最高的技巧 核到他 你明白嗎 那時候很難的 你要深入了解對方 你才可以核到他沒有想出的 就是這樣 小民11點半 袁博9點半 挺好建議 地理老母 早晨大家好 Perry起床了 很好聽 多謝 就你自己的時間 就很開張 沒錯 梁思豪都送陣官目 結老人家園 司官是一件好事 不要跟小民撞 是的 應該不要跟他撞 一星期一次 你不用那麼辛苦 真的很好聽 我多謝 小民off了 他上機了 滯障那些東西 是可以拿回家 沒錯 滯障可以 瘦皮 就蓋在先人的身體上 直至要在棺子上 下妝或者貨妝 是的 其實送西裝料 可以做一件西裝紀念 送西裝料可以做西裝褲 長褲長有 大富大貴 我經常都建議 送西裝料做長褲 最理想的這個 特別是做給那些孫 那些後人 你今天很厲害 可以說這麼久 是嗎 我說了很久 是不是要收線了 今天早開 我養褲酒的時候 有親友送無尖 都很實用 是的 無尖很實用 地理老母 其實很厲害 很棒 不過 最好逢星期一開live 星期一可以 不過今天星期一沒有空 因為我要和阿 不可以說 是的 星期六八點後 十一點我又可以追小民 八點後會不會太早 因為今天我吃完飯都八點了 所以九點半我覺得會比較好 如果這樣 十一點鐘小民開播 不過我講一小時 大家要休息一會兒 小民開播那時候 你們就可以去追他 對 星期六早點看完小民看我 好 好 就這樣決定 新一代KOLD 現在有三百多人口 鬼迷什麼 小民今天沒有空 你們全部都走來聽 托句福 十二點才close 現在幾點 我都不知道幾點 我都不知道幾點 現在差不多了 還有十幾分鐘 好 十二點就close 九點半開 好 從星期六九點半開 好 是的 我們如果星期六 下午做那個zoom的 什麼都好 星期六下午的加拿大人 是不是很累 如果星期六下午 加拿大人 聽說那個zoom講座 那就不用租地方了 沒有街上去 大家沒有那麼悶 一個小時不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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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九點半開 小民十一點半開 看直播是很開心的事情 李黃小民都支持 這麼棒 老母一星期六都開兩場這麼辛苦 星期六星期六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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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不是要做什麼 要做D一版 今天很興趣 我每天都這麼興趣 不是只有今天 Amy 我兩邊都喜歡聽 當然不同 小民講的東西 跟我的內容完全不一樣 聽完播時間 覺得很快 因為內容豐富 多謝 星期六我要四點起才行 之前要上課 這麼慘 四點起的意思是 即是下午四點 香港時間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在床上聽 加拿大人說 蛤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上午 即是我們星期六 下午上課 就等於加拿大的朋友 就是要躺在床上聽 慘了 袁博 喜不喜歡地老 這個不清 不好意思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怎麼說呢 很多我家人 包括我的朋友 都有跟我說 他說OK 很適合你 有什麼 我覺得有個網友 說得很好 因為 在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那一刻開始 我就已經把這四個字 不斷地轉轉轉 在想 怎麼可以套下去 雅俗共賞 其實他只是一個鞋印不好 他本身的意義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有時候 剛剛是廣東話的問題 這不是一件 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 又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說我是不是很不喜歡這個名字 我又不會 我覺得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 有些人幫我去 想這些 這些事 因為 我家人不管我的 我又不會像小民那樣 有這麼多幫手 變成我也是靠一些比較年輕的人 去幫我去想 我想來想去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怎麼說呢 笨藏博士這個名字 我人民不喜歡 但是就好像有些格格不入 其實 想不到 有時候我叫小民幫我去想 你知道他又周身亡 沒有空理我 變成你們幫我想 我反而很開心 譬如我都會問一下你們 我的直播叫什麼名字好 其實我都是想不到 當你們說的時候 我覺得 你們真的很厲害 地食土 地熟土 因為 所謂春社就是 清明前 最後一個淑日 就是最後一個冒土日 就是淑日 淑土日 就是這樣 有沒有得重溫 有 這一集應該有 有一個網友 他剛好在早之前 就跟我說 說他會知道 有些APP 就很容易用的 是手機 那他WhatsApp我 我咳了頭 今天老老老教師 就是開機那一刻 老老老教的東西 還有我會加一個片頭 我現在不懂怎樣開 好像小民那樣 他弄到一個片頭出來 你看到我照著自己的樣子 拍了一張很奇怪 那榮光王來了 對了 是的 榮光來了 他知道他不在這裡嗎 不要歪 連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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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在這裡嗎 是的 我都覺得是 我都覺得這個名字 非常好 吳波Sir 我很喜歡聽你說話 我學了很多話 不是 有一個學生 以前跟過何彬兒 他也是有搞 網上的媒體 他也有說 很多私下WhatsApp 他說 你這個名字 改得很好 我都說 我都靠你們的網友幫我改 他說 真的很適合我 我說 是呀 串串工 然後他都在笑 講座 如果香港中午就OK 冬日時間就差十二至十三個小時 哦 OK 這樣 但是如果星期六中 不知道那些朋友放了工未呢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如果不是呢 就要改星期日 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又要家庭樂禍 那我也要想一下 嗯 是啊 品座博士太嚴肅了 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 就是了 其實我一直都不 差了一點點東西 最後我就決定了用這個名字 來做我 網站的那個名字 就用得正經一點 我覺得在直播就可以用一些 跳脫一點 跳脾一點的名字 是呀 我看過博士的解說 地理老母的內容很棒 當然了 想到 其實當下 姜唐說出來那時候 小文笑得很開心 不斷說不斷說 我已經在那裡想想想想 我連英文名字都想了 即使 那一刻我就心想 這個名字很出 我自己都覺得很出 我又不是很介意那個音 是啊 嗯 我剛剛才看到 袁博李開直播 什麼 你什麼東西 missing了 哎呀 地理老母的個名字 真是雅族共賞 沒錯 我也覺得是 宿土好夾笨藏博士的Title OK 我可以參加做義工 有沒有得從Tit 參加做什麼義工啊 Fanny 你想 從Tit有的 這一集應該有的 我要剪了頭 加上頭 加上一個 一塊 另一點的東西 在臉上 跟著就可以放出來 那我靠那個 那個網民 那個自己有 傳那個app給我 我可以裝了 我要弄 星期六有些人要全日開工 是呀 我又在想這件事 一天就改星期日 大家怎麼看呢 如果開講座 星期日都可以 如果我們zoom的話 如果zoom的話 星期日呢 早點 好啊 好啊 星期日 那個講座呢 可以大約會 我都支持星期日 好啊 那我們不如改星期日 我會出一個 我會 哇 zoom那些是怎麼搞的呢 我先研究一下 我也要研究一下 你知道我永遠都是錯過 對於這些這麼先進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 那些屋室貼紙 各樣的東西 都是靠小孩子 那些小朋友 發給我 我儲了儲了 我才有這麼多有趣的東西 要不然沒有他們 我們那些很老套 那些家長圖 真的被淘汰 我都覺得應該 做小文LIFE 大家一起想 粉絲名 當初我以為是原子彈 原子彈是粉絲名 你知道我第一次聽到原子彈這個名字 那時候 阿桃告訴我 在街上 剛剛那天 我就去替醫生做了手痛 剛剛那時候 那時候 下街的時候已經全身痛 那我一聽到我笑 都跟我說 我的粉絲叫自己做原子彈 那時候 我自己卡一聲 在街上大聲笑出來 我都笑到我死 我心想 這個名字 你們真的想不到 我真的想不到 原學中 老母是軍方 今年的西方 一百財 地利老母 嚇我 很棒 幸好是軍方 不是軍人 那個軍 上次看到原子彈是否很貼 OK了 我家裡 每年都很長身材 沒怎麼變 Zoom 要找個有正式戶口 否則45分鐘就完了 什麼叫有正式戶口 可能要找小桃幫忙搞 Zoom登記 Zoom後發出Password就可以 加入 OK 有個正式戶口 是不是公司那些 我問一下小桃先 最好星期一直播 星期一夜晚 李淑思 星期一直播 會不會有空 自己有些思思 正式戶口即是付費戶口 免費的就有限時 哦 Zoom正式戶口 是不是在說付費的 哦 應該OK的 如果 Zoom可以開到 Zoom可以播到PowerPoint 因為會有很多PowerPoint 會有些PowerPoint 如果有些PowerPoint 輔助一些圖 Zoom有Zoom的好 不Zoom有不Zoom的好 因為有時候 我講書 我喜歡一邊講一邊寫的 特別是如果教風水就更加要 可能那個講座就不需要了 上網登記信戶口 可以用PowerPoint 45分鐘後要給我 哦 那我們分上下四段就可以了 香港晚上時間開Live 就好 海外時間就餓 哦 這樣 日常的朋友都要上班了 都沒有空開Live 都沒有空聽直播了 所以 有些研究都說 最多人看網上節目的時間 是大約 11點到1點之間 起碼三個鐘 你又知道的 我講一堂真是起碼三個鐘 我可以直講的 以前教書都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你習慣了這些 咦咦 再兩分鐘了 大家就成筆筆錄了 那我會在 我會定一天的 我會定一天的 然後呢 定了之後呢 我會在Facebook那邊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我Facebook是什麼呢 那有沒有朋友幫我寫 如果知道的話 是殯葬博士的 現在記住 在Facebook那個專頁那裡 我就會出 然後呢 因為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你開Live 感覺好一點嗎 其實我天天都很感覺好 昨天呢 是因為我set不到 我搞錯了一點點東西 我一直都想用電話來做 但是那個電話就做不到 那我就很辛苦的 托著那個平板 因為那個平板的架 我訂了它 它又沒有送到來 那我就很淪盡 那現在我用這個架子 先頂住 不知為什麼打橫 平時我和D100那個做 我都是打橫手機來做的 都可以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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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又不行 所以就 知道我Facebook 就寫出來 給那些 給那些 粉絲 讓他們可以去 like 和follow 因為他們 因為大部分的東西 我都會放在Facebook 那邊說 因為Facebook可以保持久一點 看過就自己方便 這個方法不錯 今晚已經兩個半小時了 很累 其實呢 這麼長你們會不會很累 回廳都很累 應該 那麼 那麼 我們現在要886了 其實我們應該 就不要說那麼久 每次一個小時就好了 那麼 大家886了 那我看看我怎麼打 看看我先打到 我可不可以打 886了 是啊 我可以按這個 886了 今天 早晚了 大家 兩個小時最好 對 兩個小時最好 不要說我提長 再見 大家 那麼 我遲些我就到自己的時間 就開個星期日的Zoom Talk 如果有興趣的 會有少許收費的 當一個贊助 如果有需要的 想報名的就報名 如果是Zoom的 就不限人數 就是這樣 沒錯 笨藏博士 現在的Facebook專頁 是 因為演案中仔 一直播Youtube 不會通知 但這樣是 原爆直播 原爆直播 是啊 這個是原爆直播 哈哈 因為 那些朋友說話 我覺得這個名字挺好 好了 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 那麼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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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